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成欢季爆火,一场关于奶酪与口碑不易,兰V带节奏引众怒。 杨子再度发力,其新剧成欢季一经首播便彰显出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该剧迅速在全网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热度直线上升,位居排行榜前列,收视率更是突破2的大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同时,剧中角色的人气也呈现井喷式增长,热度轻松突破4000万大关,彰显出强烈的观众号召力。 此外,该剧的有效播放量也毫不费力地迈过了千万的门槛,展现出其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这些亮眼的成绩无意不证明了成欢季已经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成为了当下影视市场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随着成欢季的热度持续飙升,豆瓣评分却仿佛是一面破裂的镜面,映照出与市场热烈反响大相径庭的画面。 负面评价如同波涛汹涌的潮水般纷至踏来,许多评论者毫不留情地指出剧情陈旧,演员表现不尽如人意。 甚至有人还未看完全剧,便迫不及待地给他贴上了失败之作的标签。 面对如此巨大的口碑落差,人们不禁开始怀疑,这些负面评价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刻意操纵的力量。 杨紫瑜徐凯携手主演的电视剧《成欢记》一经上线便迅速席卷全网,成为热议的焦点。 不仅该剧的热度和收视率双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剧中角色的魅力更是深入人心,让观众未知倾倒。 有效播放量更是迅猛增长,轻松突破了千万大关。 然而,与这部电视剧的火爆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豆瓣上涌现出的大量差评。 这些负面评价如同潮水般涌来,让人不禁思考,是作品本身存在难以忽视的问题,还是背后隐藏着其他的隐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某拥有千万粉丝级别的蓝V大号也加入了唱衰《成欢记》的阵营,带起了一股负面的舆论节奏。 这一举动引发了网友们的重怒,让这场围绕《成欢记》的舆论风暴更加激烈。 那么,这场舆论风暴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背后的真相或许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穿越纷繁的舆论风波,回到《成欢记》这部作品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被大大低估的现实主义佳作。 尽管缺乏炫目的特效和扣人心弦的剧情转折,但凭借着扎实的剧本基础,精心的人物刻画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它成功地吸引了真正品味过该剧的观众的喜爱。 麦成欢与其母亲之间的关系被刻画得深刻而动人。 何塞飞老师以其卓越的演技,成功塑造了一位寄生爱女儿又过度干涉其生活, 且对金钱极为看重的母亲形象,使观众仿佛能够亲身感受到她的情感波动。 在订婚宴上,她打完女儿后的悔意与委屈,让人深感同情与动容。 而杨子则以她沉稳而细腻的演技,将母女间的复杂情感,包括矛盾与深厚的亲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感同身受。 在剧中,杨子所饰演的女主角麦成欢在职场中历经重重考验, 无论是与上级和供应商之间的较量,还是应对同事推卸责任的无奈境地,都展现出了鲜明的现实色彩。 杨子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充满斗志,能力出众却缺乏背景的普通职场人的形象, 这一形象深入人心,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麦成欢对待恋爱的态度理智而自主,对于一生供养的誓言他吃笑不已, 他深信依赖他人远不如依靠自身的能力来得可靠。 这种清醒而稳健的人生观,使他在情感的纷扰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最终成为了销售领域的佼佼者。 杨子在这段演绎中,精准地捕捉了角色的情感变化, 无论是深藏不露的怒火,还是遭受羞辱时的自我控制, 他都演绎得细致入微,让人感同身受。 这位拥有千万粉丝的Lanv帐号,其影响力之大不容忽视。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关于成欢记的讽刺言论, 显然是在刻意制造话题和节奏, 这一点聪明人都看得出来。 面对这种明显带有针对性的负面评价,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对博主进行反驳, 批评他故意挑选恶意的评论,并展现出明显的偏见。 这也让人们不禁好奇, 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Lanv帐号 会对一部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 杨子和他的作品究竟触动了谁的利益, 引发了这样的攻击? 每当明星的新作品亮相, 黑子们的集体吐槽活动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作为炙手可热的流量小花, 杨子自然也难以避免这种待遇。 成欢记的热播无疑再次戳中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敏感点, 他们采用几乎固定的言辞模板, 对剧集进行毫无根据的批评, 企图削弱作品的影响力。 虽然黑子们的集体行为让人嘖舌, 但真正激起公众愤怒的是某知名栏V大号 竟然也加入其中, 带头制造负面舆论。 成欢记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争议声中 赢得一批忠实的观众, 关键在于他所蕴含的深刻现实, 批判意义以及对女性成长历程的细致剖析。 该剧并未直接给出解决问题的明确答案, 而是通过展现生活选择中复杂多面性, 引导观众认识到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和挑战, 女性都应该保持独立自主的姿态, 保持清醒的头脑, 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应对并战胜困难。 这种价值观的传递使得成欢记超越了一般的家庭温馨成长剧范畴, 剧情跌宕起伏, 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观看体验中, 也能深入思考人生的真谛。 成欢记的火爆与随之而来的负面评价, 深刻反映了现代影视行业内错综复杂的利益争夺和舆论环境, 而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 在于它本身所具备的品质和价值。 杨子在挑选剧本时, 始终坚持着选择那些内核充实、 价值观正确, 能够触动人心弦的作品, 这也正是他能够屡次打造出爆款作品, 并赢得大量忠实剧谜语广泛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 对于观众来说, 唯有真正踏入成欢记所描绘的世界, 方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体会那份贴近现实的真挚与触动灵魂的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感谢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